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announced yesterday the suspension of Russia's participation in the New START strategic arms reduction treaty. Do you have any comment on that? 日前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發表推特 譴責中國偵測氣球入侵並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再次表示中方偵測氣球侵犯美國主權違反國際法 中方對此有和平論 中方已經多次清晰明確地告訴美方 中國民用無人飛艇污入美領空完全是有不可抗力導致的一次意外複髮事件 反复要求美方以理性冷静和专业的态度 妥善处理有关问题 但美方无视事实 编造间谍祈求叙事 拜良总统亲自下令 悍然出动先进战机和导弹 击落民用飞艇 这是百分之百滥用武力 百分之百过度反应 百分之百歇斯底里 严重违反国际惯例和有关国际公约 美方不仅不反思悔过 反而对华抹黑攻击 制裁中国企业持续扩大势态 布林肯国务卿更是口出狂言 颠倒黑白 事实上 美国才是侵犯别国主权 违反国际法 肆意对别国监视监听的头号帝国 中方对美方的恶劣行径 予以强烈谴责 已经多次向美方提出严正抗议 拜登总统曾多次信誓旦旦地公开表示 不寻求新冷战 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 我们希望他作为大国领导人 能够言而有信 言出必行 而不是说一套 做一套 不知其可 我们再次敦促美方拿出诚意 改正错误 正是并解决滥用武力给中美关系造成的损害 来而不往 非理也 如果美方执意借题发挥 升级危机 中方必将奉陪到底 一切后果将由美方承担 据了解 日前一名持美国政府签发的合法签证 赴美从事癌症课题研究的中国留学生 遭美方拒绝入境并遣返 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 我们注意到有关情况 对美执法部门再次无力滋扰 打压中国留学人员的做法 表示严重关切 以就此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人才交流是中美关系的社会根基 学术教育与科技交流 是中美人文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方口口声声说欢迎中国留学生 但实际上却仍然延续上届政府的错误做法 限制打压中国学生赴美学习或研究 严重损害中国赴美留学人员合法权益 破坏中美正常人们交流和教育合作 我们东处美方将欢迎中国留学生的表态落到实处 撤销充满偏见歧视的100-43号行政令 停止滥用国家安全概念 停止盘查滋扰遣返中国赴美留学人员 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中方将继续支持中国留学人员 依法维护他们的正当合法权益 也提醒赴美留学人员警惕相关风险 据报道 因俄罗斯的要求 联合国安理会就去年9月连接俄罗斯与德国的 北溪天然气管线爆炸事件举行了公开的辩论 那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大使 已经在发言当中表明了中方立场 北溪天然气管线重大跨国基础设施和能源运输动脉 其爆炸事件对全球能源市场和生态环境都产生了严重负面影响 也让许多欧洲国家的企业和家庭在这个冬季面临能源短切的困难 中方认为对此时开展客观公正专业的调查 并追求有关责任十分必要 支持加快调查进程 迅速查明事实真相 联合国作为最具权威性和代表性的国际机构 可以为开展国际调查发挥积极和监视性作用 我们也注意到欧方就此提出了一份安理会决一草案 中方表示欢迎 我们还要强调的是北西管线爆炸不仅是经济问题 也是民生问题 更是政治问题 关乎整个欧洲的安全稳定 特别是爆炸事件发生在乌克兰危机的大背景下 无疑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 使对立对抗情绪进一步升级 对话谈判更加艰难 勾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框架的希望 更加渺茫 越来越多的情况表明 这次事件不是意外事物 而是人为虚与进行的 如果不能查明北西管线被破坏的原委和责任者 将给那些图谋不轨者以更多的可乘之机 认为他们可以为所欲为 甚至刺激产生更多的恐怖行径 使本以不稳定的全球安全形势受到进一步的冲击 至于每个国家的利益和关切息息相关 面对详实的材料和证据 相关国家一句简单的完全虚假纯属捏造 显然不足以回应来自全世界的诸多疑问和关切 更不意味着真相可以被掩盖 我们希望有关方面倾听国际社会 希望加快调查 揭开真相的呼声 进行客观公众的调查 尽快查明真相 维护重大跨国基础设施安全 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安宁 韩国决定从3月1日起取消自中国入境人员入境后核酸检查 请问中国政府是否也会对自韩国入境人员采取同等措施 谢谢 我们注意到了相关的报道 有关方面应尽快取消针对中国的及时性限制措施 为人员正常往来创造便利条件 中方院考虑事实采取相应措施 感谢